奧運聖火經過119位火警手接力走遍全港之後 在香港的全帝趁一順利完成 在中國境內的奧運聖火全帝又滑浪風帆 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傳送第一盤展開 他交盤給乒乓媽寶的李靖 第三盤的高麗澤就交給劉德華 由陳慧琳等幾位藝人傳送 沿途有大批穿著紅衣的市民 有人拿著國旗打氣 火具跟著由車隊運去青馬大橋傳遞 之後去到沙田 聖火火具首次由龍舟傳送 不過在上岸的時候 火具一度關掉要再度燃點 火具手之後又搭船環到維港 有很多穿上紅衣的市民一早在路線等候 當由泳選手蔡顯衛上膠盤的時候 火具護衛手要他將火具放入火具燈 過了幾分鐘才膠盤給下一位火具手王神 最後一旁的火具手單車手王金寶 由霍鎮亭手上接過火具 走上灣仔金字經廣場終點 燃點聖火盤 象徵在香港的聖火接力傳遞圓滿結束 chickens被 Quantum 燃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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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燃點